大家好,欢迎收看《贬斗看电影》 如果有一种药,吃了之后能够立刻激活所有大脑神经 强化感官和认知能力,智商暴增一百倍 但副作用是摧残身体,而且很多黑色灰地要跟你抢 你会冒着生命危险试一试吗?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屌丝青年意外获得聪明神药 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的故事 科幻剧情片永无止境 男主是个才华平平,事业也平平的屌丝作家 不仅没能力,也不太愿意努力 更不幸的是,就在他创作遇到了瓶颈之时 女朋友也离开了他 事业爱情双势力的男主只能借酒消愁 直到有一天,男主在街上碰到了他的小舅子 也就是他前妻的弟弟 小舅子以前是贩卖毒品的 现在开始倒卖起了一种能够百分百开发人类大脑的聪明药 据说是实验室刚研发出来的 还没有通过药监局审核的超级神药 小舅子给了男主一粒,让他回去试试 男主将信将疑吃下之后 整个人开始发生神奇的改变 他的记忆力变得无比强大 能够随意搜索到很久以前藏在大脑某个角落 几乎被遗忘的信息 他的五官和感知能力也变得极其敏锐 整个人瞬间魅力四射焕然一新 男主不仅在45分钟内搞定了房东老婆的论文 也顺带搞定了房东老婆 他文思全有 坐在电脑前一口气就完成了几个月都没写完的小说 出版社经纪人读完男主的小说 为他突然涌现的精识才华而感到不可思议 可是药效并没有持续多久 一科最多坚持一天 次日醒来 男主又回到了原来又颓又丧的屌丝样 尝到了药效甜头的男主 已经对聪明药的神奇功能欲罢不能 他准备再次找小舅子拿药 可当他来到小舅子家时 发现小舅子已经被人杀死了 而且屋子里也被翻得一团糟 惊慌之下的男主选择了报警 但他突然意识到 杀死小舅子的人应该也是正在找聪明药的人 以小舅子的滑头劲 这帮人不一定找得到聪明药藏哪了 于是男主也开始发挥想象力一顿翻掌 果然破天荒地从微波炉里 找到了剩余的大量聪明药 并向警方隐瞒了这一事实 有了聪明药的男主 整个人再一次脱胎换骨 涅槃重生 他变得博学多才 幽默风趣 他能四天写完一本旷世奇作 也能在三天内成为钢琴大师 任何国家的语言 只要随便一听就能信手拈来 就连车技 也从小白变成了职业老司机 这种奇迹般的学习能力 让他迅速成长起来 屌丝转眼变成天才 他如鱼得水地出入在各种上流聚会 从莎士比亚到经济形势 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他就像一块锡铁石一样 紧紧地吸引出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 不论男女都为他的魅力所倾倒 美女们投怀送抱 土豪们也伴在他周围 男主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为了一个受人景仰的作家 不仅外貌出众 还才华惊人 但聪明药带来的不只是成功 还有野心 直到有一次男主悬崖跳水后 他终于意识到了什么是他真正想要的 不是写作 不是出书 而是干一点大的征服华尔街 男主找到了放高利贷的秃头哥 借了十万美金 并在几天内就靠着股市操作 赚回数百万美元 如此神奇的战绩 一举惊动了金融记 华尔街赫赫有名的大佬 也希望能跟男主合作 让男主帮助他 昏并自己的竞争对手生病格 男主的漂亮前女友 看到了男主的转变 也回心转意 男主静止走上人生巅峰 但树大招锋 男主的成功也引起了很多歪门邪道的主意 男主发现 有一个跟踪狂一直在跟踪他 他的目标正是男主手里的聪明药 大佬告诉男主 生病格两年内 躋身福布斯排行榜首位 并让他损失惨重 为了维持大佬的地位 两人酝酿了一套商业操作 准备吞并生病格 与此同时 服用聪明药的副作用显现出来了 大佬的透支和过度使用 让男主感觉头痛恶心 迫不担心 秃头哥上门找男主还钱的时候 发现并意外服用了聪明药 神奇的药效为他打开新世界之后 便同样一发不可收拾 秃头哥不断地向男主索要聪明药 男主为了稳住他 只能一再吐息 重重困难之下 男主和大佬的吞并计划如期进行着 但在签约之际 生病格竟然一并不起 没法签约了 男主惊讶地发现 跟踪狂就是生病格的忠实部下 原来生病格的成功 正是靠吃聪明药得来的 而聪明药的副作用相当明显 他会慢慢摧残人的身体 生病格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吞并失败的大佬大发雷霆 男主也被突如其来的变数乱了阵脚 当他想吃一颗聪明药来解决问题的时候 却发现药被生病格的律师偷走了 雪上加霜的时 回到家里 秃头哥还带着两个手下上门讨药 无奈之下悲催绝望的男主 正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却神奇地找到了最后一粒聪明药 但造化弄人 聪明药失手掉到了下水道 这你嘛 秃头哥早已利用聪明药 从高利贷摇身变成高端出口伤 他得意地告诉男主 聪明药不是口服的 只有注射进身体 他才能发挥最大功效 秃头哥当着男主的面 注射了最后一粒聪明药 然后动手准备了结男主 但男主先发制人 用刀捅死了秃头哥 并喝了秃头哥流出来的血 血液里的聪明药成分 让男主大脑再次飞速运转起来 他成功地KO了 秃头哥的两个手下逃出了犯罪现场 出人意料的是 律师并没有将偷来的聪明药 交给生病哥 生病哥最后还是死 在他死后 愤怒地跟踪狂 带着男主找到了律师 并杀死了他 聪明药又神奇地回到了男主手中 影片的最后 男主成为立名参议员 摇身一变成政界新星 他惊讶地发现 大佬就是自己的幕后投资人 但大佬不是来叙旧的 他利用聪明药 威胁男主和他合作 伤症结合才是发展的王道 但是男主无所畏惧 他表示自己早已通过实验 改良了聪明药 如今不仅戒掉了药 还获得了比大脑强化 更厉害的本领 比如 男主随便用手摸摸 却知道大佬有心脏病 更神奇的是 他还提前预言了 未来即将发生的一场车祸 是 男主无敌了 跟漂亮前女友 过上了开挂的生活 可是 当男主带着女友 来到一家中国餐厅点餐时 他的普通话 让扁斗对聪明药的药效 产生了怀疑 恭喜你 又节省了两个小时 看完了一部精彩的科幻电影 世界上哪有什么 一夜无敌的聪明药 屌丝的逆袭 还得靠个人点滴的积累和努力 这结局三观不正 纯属意淫 各位看官笑一笑 莫当真 听故事聊电影 更多奇葩的科幻电影 我们日后接着见 关注扁斗看电影 微信公众号 BDCmovie 找到属于影迷的地下看片组织 咱们下期见啦 拜拜